首先必须指出博主 就是指我 在这里所讲的内容很不全面 有故意简化新规定含义误导主者 尤其是房屋的卖方之前 哎呀我的妈呀 一上来就说我在误导 继续看 所以随着科技的进步 房产经纪人对于消费者而言 他所提供的价值应该也是在改变的 几个星期之前 我曾上传了一个视频 是关于美国的房地产佣金制度的改变 生效期将在8月17号以后 这就快发生了 那么该视频呢 有介绍到引起这一次的诉讼 以及这个佣金制度的详细改变的内容等等 如果大家好奇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看 我会把视频的链接放在下面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上传了以后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我总共已经获得了6万多次的浏览 以及超过177次的网友的评论 中国的评论当中呢 有的赞成 有的反对 形形色色 各路人马 那么我呢 看了所有的评论之后呢 我从中挑选了一些 我个人认为比较值得回复的评论 那么我想在这一期的视频当中呢 给这些评论做一个回复 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值得回复呢 就是因为有一些评论呢 我个人觉得他们对房地产的这个制度不太了解 真的有必要出来帮他们科普一下 还有的人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纯粹有点说话极端的人啊 我也想借此机会呢 跟他们教育一下 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接下来的这些回复 以及我对他们的评价 好咱们先看第一个网友 Everlaw8264的留言 留言中他说 房价高的房子佣金提升应该低 房价低的房佣金提升应该高 而且应该商讨 其实现在的制度 在改革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大家虽然都说 在美国卖房 平均的这个佣金是6% 但是你要是细心的去观察一下的话 那些价格贵的房子 几百万 甚至是上千万以上的房子 基本上没有人敢说6%的 5%也很少 情况非常少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 你看那个比华丽山庄那些豪宅 湾区的这些豪宅 很常见的佣金就是3.5% 总佣金3% 甚至是直接给你一个25万的现金 这个价格 你随你拿去分去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卖豪宅上千万的房子 你要是能够谈到6%的总佣金的话 那说明你这个经纪人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非常有能力 这个房子得非常难卖 只有你才能卖的出去 没有人能卖的出去 那种恶殊的情况 才有可能 因为卖家算一笔这个账 你说1000万的房子给你6% 相当于是60万 我要是拿这60万的话 请几个这个博士毕业的 这个专业的这个搞营销销售的人才 我给他一年工资也没有百分 也没有60万的 是吧 你就全职给我打工 天天每天8小时帮我卖房子 他这么一算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这种这种价位的房子就没有人敢这么收钱了 就那同样道理 这个房价低的像那个mobile home 可能就几万块钱 那像那个美国中西部有些mobile home才1万块钱 那种房子你还收3%的话 就只付3%的话 那就没人帮你干了 就是吧 那么像在湾区这种地方 mobile home 6% 7% 甚至到10%的都有 为什么 工作量跟卖正常的房子差不多 可能还更麻烦 但是呢 你这个所得就更少了 那很多经纪人就不愿意这么干了 那他说他有着时间还不如去卖几十万的这个正常的房子 你的这个mobile home 要是也收这么低的话 那就没有人干了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呢 你说应该 而且应该商讨 他其实这个现象就是一个商讨的结果 他这个就是一个自由市场的选择 所以关于这一次的佣金制度的改革 我还真没看出来 就从这一点来说 本质上改变了什么 是吧 改革之前 现在的制度 就是 就是房价高 佣金比百分比低 房价低 佣金百分比高 而且可以商讨的 那改革之后 还是可以商讨的 那等于说 什么都没有变 好 咱们再看下一个网友 这个叫这个 Rohan Cartman 1538 他说 目前的惯例下 买方处于最劣势的地位 代表买方和买方经纪人的利益 与买方完全相反 交易的其他所有方面 都有利益 经济利益来推高房价 让买方出更多的钱 来购买房产 首先我在这给你打住 让买方出更多的钱 购买房产的不是经纪人 而是这个市场 说白了 所有的一切行为 都是市场经济 经纪人要是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能够推动这个房价的话 那经纪人就该竞选总统去了 实际上你这么想一想 是吧 经济好 非常火爆的时候 大家都来买房 利率又低 那等等等等 有人买房 有人对同一个房子同时出价 那房子不就马上就吵起来了吗 同样道理 08年的时候 经纪人的佣金制度可没有改变 可是房子依然法拍降价等等等等 你说那个时候 你说经纪人要那么神通广大的话 经纪利益来推高房价 那为什么经纪人不在08年的时候 把这个这个房价给炒回来呀 那就不需要奥巴马来这个就反救经纪了 经纪人就直接就这个竞选总统去了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理解是是有误的 然后再说 卖方向买房经纪人支付佣金是赤裸裸的收买 完全背叛公平原则 那问题就是买房经纪人的佣金谁出呢 买房愿不愿意出呢 你想了现在房价这么高 这么多人抢房 你也知道不是经纪人主观把房价推高就推高的 房价这么高利率这么高 买房经纪人的佣金还要买房来出 就像你所说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买房经纪人不收买 买房经纪人了 那买房经纪人的佣金你买房来出 那你不更那个处于劣势地位吗 那你不得更拿出一笔钱来付佣金吗 那你不更买不起房了吗 然后你接下来再说 暗箱操作 心机不透明 正是一切不正常现象的根源 这个我怎么说呢 我点头 这一次的改革说白了 也是希望把很多之前并没有拿到台面上所谈的东西 通过这一次的改革都要给他拿到台面上去谈了 也就是说买房经纪人的佣金谁来出出多少 卖房经纪人的佣金谁来出出多少等等等等 都是在一开始写合约的时候就要放到台面上谈 那么通过这个应该会使信息不透明的这个现象 有所好转 好 接下来这个网友 Wayne罗WD4EK 给我留了一大串 首先必须指出 博主就是指我 在这里所讲的内容很不全面 有故意简化新规定含义 误导主者 尤其是网屋的卖方之前 哎呀我的妈呀 一上来就说我在误导 继续看 首先关于买卖房屋交易中 卖方所付佣金数额 例如3加3 新的规定绝对不是把过去掩埋在小字里的操作 摆到台面上那么简单 我就有过不止一次买卖房屋经历 通常卖方经纪人都是淡淡的说 6%的佣金不是硬性规定 就是一般行业标准 然后谈话就引到其他话题上去了 现在新的规定就是把隐性的信息摆出来 而且指明是有关溢价的 卖方是要通过签字来确认 把卖方所付佣金从被动认可变为主动认可 这就是给了卖方的一个实施权利的主动性 你说的这个吧 首先我得承认很多卖方经纪人 因为这本身是一个销售的这么一个技巧 很多卖方经纪人确实是在谈话的时候说 这就是一般的行业标准 然后尝试把话题引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主要问题还是在你 你为什么被他一引就引走了呢 你怎么不把话题再拉回来 再说再就这个佣金的这个问题再说呢 是吧 其实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6%的佣金是我们的这个收费 我也知道市场上很多其他的经纪人 也是收6%的 我也非常鼓励您去找其他的经纪人聊一聊 看一看他们收费 以及他们可以给您提供的这个服务相比 哪个更好 如果你觉得他们更好的话呢 很请你回来跟我说一声 我是会愿意把我的佣金调整一下 跟他们match的 也就是说这个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回复 只不过那些经纪人他没有这么说 这只能说是经纪人个人的销售能力不行而已 但是呢你也有问题 你为什么人家一把话题引到别处 你就被他引到别处去了呢 如果你要这么容易这么好 被人家牵着鼻子到处溜搁的话 你所说的这个被动认可变为主动确认 其实对于你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 新的合同 虽然要签字的地方多了 那他也可以大可把合同拿出来说 你签证你签证你签证 这反正都是行业规定 不要多问了你就签吧 那你也傻了吧唧的就跟他签 那这样的话 所谓的被动认可变为主动确认 在你身上一点作用都没有 所以我跟你说 你跟我提出的这个东西 合约怎么签 合约就是怎么签 至于问不问问题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这个本质上是没有变的 也就是说本质上卖家是有选择的 如果卖家没有这个选择的话 合同上应该会写 卖方不要付买方经纪人佣金 你连签都没地方签 既然你可以签的话 你才有你所说的所谓被动认可变为主动确认 是吧 法律规定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 你连主动确认都不用了 是吧 你接下来再说 卖方被明确质疑权力步骤以后 对其影响是不可小看的 这个你这个结论下的过早了 这个咱们要拭目以待 接下来你说了 还有博主 还是我 还有招来更多买方出价为理由 推荐卖方经纪人 卖方给买方经纪人付佣金 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坑 坑的是卖方 说我是在坑卖方 那我问你了 你要卖方的话 你想鼓励更多的人来看你的房子 买你的房子 你有什么方法呢 你怎么鼓励买方出价呢 你是不是跟买方说买我的房子 买一送一买一送二 还是怎么着呢 你总得有一个方法吧 还是说你就干干的 把这个房子放到市场上 然后谁问你这个房子卖不卖 就说卖 但是你想找我讨个便宜门也没有 你想买就买 不买就拉倒 你能这样吗 是吧 所以就说你这是 如果你没有学过营销的话 我跟你说的这些 你肯定是不理解的 那我也不怪你 接着看 这是在坑卖方去承诺 他本来不必要付出的代价 以帮助卖方经纪人更容易找到买家 从而增加成交的容易度 增加成交的容易度 以及找到买家 你觉得只是卖方经纪人的理想吗 实际上这是卖方的理想 我要卖这个房子 我当然要找到买家了 而且我当然要增加成交的容易度了 所以卖方经纪人这么做 其实也是在帮助卖方 那么至于这个所谓提供的佣金 我在那个视频上我也说了 这个是所谓的投资与回报 你把它看成是一个代价 这本身就是 这本身你就是 你就想偏了 说实话 是吧 如果这个offer好的话 就算你唯一的这个条件 就是你得乘付买方经纪人佣金 但如果这个offer真的这么好的话 你是给还是不给 你也是有选择的 也就是说是不是所谓的坑 那你得看你的这个营销的效果怎么样 你这个买家来了之后 写的这个offer出的这个价格 你能不能接受 甚至比你能接受的价格更好 这才是营销的这个成功 是吧 你单单的把这个佣金当成一个 是要付的代价 这本身就是你不懂营销 所以呢 当然这也不能怪你啊 我还是要说的啊 你要卖房作为卖家本身 他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他最希望得到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买家 以及成交的容易度 是吧 谁谁想这个卖房的时候 老大男的这个成交这个成交度呢 是吧 所以你这个就是你得回去再 这个回顾一下你的逻辑啊 要懂得这个房屋买卖佣金制度关系的起源之一 就是在原有的规定下买方经纪人 佣金3%也是由卖方付啊 改革的逻辑就是既然买方经纪人代表买方利益啊 跟卖方杀价啊 提要求等等 为什么还要由卖方来付这个钱呢 这里吧 我跟你这么说吧 就是说什么是所谓的共同的这个这个这个你得往上面看 你往低了看啊 乍一看就是说买卖双方是对立的啊 你们俩得这个谈判 讲价 其实从更高的这个层次来看的买卖双方的这个理想是共同的 就是说买方跟卖方都是希望这一单能够成 是吧 就好像最容易最好举的力的就是体育比赛 是吧 你说这皇家马德里干这个拜日木尼黑 两个球队在足球场上是不是对立的 确实对立的 我想赢我也想赢 我们两个就踢 但是事实上 两个人踢完了之后 他们的共同的理想是什么 是赚钱 这场球赛踢完了之后 大家都能赚到钱 你说钱是来自哪 钱是来自球迷的这个买的这个球票 对不对 你要是这么看的话 无所谓谁赢谁输 是吧 大家共同的目的就是 你得来跟我踢 我得有个对手 是吧 我在这个比赛场上 我狠狠的干你 但事实上我需要你 是吧 拳击更是这样 你们泰森打霍利菲尔德 不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在全场 在拳台上 我把你往死了干 但事实上 我可是非常需要你的 你也需要我 我俩要是不凑成一对的话 这个门票卖不出这么多 是吧 你的教练的钱 工资是谁来付 表面上是你来付 实际上是球迷的 这个买 掏钱买的门票来付 我的教练也是这样 所以别看我们两个在拳台上 干的你死我活的 实际上没有你就没有我 所以他其实这个所谓的 这个佣金制度 也是同样的道理 是吧 卖方需要买方 买方需要卖方 卖方经纪人 他是要找买方经纪人 让买方经纪人帮他找到买家 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大家都是在一起工作的 只是就细节上来说 是要谈的 所以呢 这样来看的话 所谓谁付钱 其实都是买方在付钱 是吧 你卖方 你卖一通房子 一百万的房子卖完了之后 然后你付 你付title 你付这个 你付这个 这个房屋检测 你付appraisal 你付你的经纪人 你付这个经纪人 实际上这些钱哪来的 不都是买方 掏的这个钱吗 是吧 所以你要这么看的话 其实他不存在你所说的这一套 然后呢 咱们再看啊 所以呢 佣金制度的 这个带来的改革的精髓之一 就是买方经纪人的佣金 不再由买方来付 而是由买方 从他的经纪人讨论 溢价出来的 这个买方的佣金 从法律 逻辑上与卖方没有关系 然后你看 下面又说了 当然卖方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愿意为买方经纪人付佣金 那也是他的自愿选择 你这样说不就自然矛盾了吗 对吧 你说不再由卖方来付 与卖方没有关系 下面你又说了 这个如果卖方愿意付的话 是他自愿的选择 这就说明法律制度上并没有禁止卖方来付买方经纪人的佣金 这不就是我之前视频上所说的吗 是吧 那这样的话 这个佣金由谁来付 继续是一个双方商却讨论的这么一个这个过程 那如果是卖方出于各种这样的原因 愿意付也是他的自愿选择 那其实这也是商讨了之后 根据这个offer是好是坏 他的自愿的决定 而没有被法律上这个禁止 所以你你说的这些东西 我倒真的看不出来我哪这个误导读者了 我觉得更像是你自己单方的这个发泄 我觉得你得回去冷静冷静 最后啊 如果卖方既然愿意付3%的佣金 为何不在房价上降价来帮助卖方 谁卖房的时候愿意把自己的房价降下来帮助买方呢 是吧 你问问这个 你问问所有卖房的人 我这房子值100万 我愿意只卖90万吗 美清明曰在佣金上帮助买方 所以说你这种说话是不经大脑的 行了 我觉得我已经在你这个评论上花的时间够多了 咱们咱们看下一个 好 网友这个ARONHZ6WG说 我会选择自己买房 或者和卖房经纪人直接联系 其实吧 这种行为现在就有 从古到今一直都存在 很多人买房他确实会考虑 我要不直接找卖房经纪人沟通去 我连买房经纪人都省了 其实吧 很多人这么做他潜意识里 是觉得这么做他会得到一个好的deal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当房市非常火爆的时候 大家都来抢房的话 你直接去找卖房经纪人沟通 你还是得加价 你还是得跟大家一块抢 同样道理 如果房子不好卖的话 那你直接找卖房经纪人 或者你找个买房经纪人 通过他去跟卖房经纪人 你都能够买到更低价位的房子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deal 或者不是deal 他完全是跟着市场而走的 还有的就是 你要明白一点 就是你找卖房经纪人直接沟通 卖房经纪人他并不代理 他代理的是买房 他代理的是卖房 你作为买方的话 你肯定首先你是不付一分钱佣金的 那他没有必要代理 因为他没有更多余的好处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只会回答你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但是你知道怎么提问吗 你知道向他寻找哪些信息吗 这完全就是你自己这个要知道了 他是不会提示你的 所以呢 就是用这种方法去买房的 人呢 一般来说他都是买房非常有经验的 他自己或者有一大堆钱 他也不在乎 这这块吃点亏 或者是这个材料漏了 无所谓啊 那么他是不怕的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第一次买房的朋友的话 一般来说你不太了解房子 你也不太了解房子的这个 这个法律程序啊 又是这么贵的房子 你得一下交一大笔这个押金放到那去 你买了半天 你是在买个新安 说实话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我还是建议你找一个专业的人 专门带你 好谢谢 好接下来网友这个 XCTrainer R5V说 他说就应该没有经纪人 买卖通过Title公司搞定就完了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人回复 这个这个ACCT4 Silly Question 对的 或者买卖双方各自找律师办手续 各自出3000就完事 出了问题找律师 律师有保险可以Cover 很多国家都这么做的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 咱们只能说美国 在美国吧 你要是找律师的话 我跟你说 律师他不是按照结果收费的 你找他一次 他就得收你一次的费用 房地产的律师 现在差不多400块钱一个小时 而且一上来 你不能只买他一个小时 你买他10个小时的Retainer 4000块钱 让他帮你写合约 写这个写那个 那你说了 你出去看个房子 你出去买个房子 尝试沟通一下 房子还没买上的 你就得先花这么多钱 给律师费 或者给Title费 房子也许 到头来是谈不下来的 也许到头来不买的 那你这钱是拿不回来的 是吧 这个房子谈完了之后 花了一部分律师费 然后又谈那个房子 又花一部分律师费 是吧 尤其是遇到那种 抢房子的那种 那种市场 比如每个房子 10个offer 你能保证 你是抢一次就中吗 是吧 很多人抢房子 他得抢好几回呢 五六回呢 是吧 那前几回 你抢不着的 你这钱就都白花了 是吧 最后你发现 这房价蹭蹭往上涨 你也买不起了 废话 你这律师费 就已经把你的这个 储蓄给降了下来 所以呢 那些说不需要经纪人 直接找律师 办手续的这些人 你们是不知道 就是说 就是说从这些 所谓的什么写合约 这方面来看的话 对 确实是律师也可以帮你这么做 但是你说讨价 还价 谈判 这种事情 是非常的这个emotional的 大家都是 很有 这是一个本身情绪化的沟通 你要是 就是说亲自来的话 你跟卖家 或者卖家跟你两个 都非常这个情绪化的人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 两个人直接可能就开骂了 就 是吧 你这房子那么乱 还敢收我这么多钱 赶快退钱 退押金 是吧 那 是吧 你说这种事 本来是小事 也很有可能闹大 是吧 所以呢 有房地产经纪人 这个职位在这帮你们进行沟通 其实就是最大的减少了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而且房地产经纪人是按照结果收费的 你要是没谈成的话 他一分钱不收 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所以呢 你要是想下十个offer 下二十个offer 没有搞定你是一分钱不花的 所以你要是这么算的话 你觉得哪个值呢 是找律师 不管成还是不成 都给了几千块钱呢 还是找个经纪人 只有你成了 只有帮你买到你想买的房子 谈好了你接受的价格 他才会得到他所应得的报酬 哪个值 你自己算一算就知道了 好了 下一个评论 这个毛judy2000 他说现在是网络上挂牌销售 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 经纪人跟买家卖家看到的信息都是一样 过户交易流程是确定的 所以不需要经纪人 关于你的这个评论吧 我觉得时机非常的好 我也想在这呢 跟大家就这个问题呢 讲一讲 至于买方经纪人 对于买方来说 创造了什么样的作用是什么 什么价值 作为一个 如果你不是业内人士 你是一个这个消费者的话 你是一个外行看的话 你所能看到的 无非就是 我帮你这个搜索房源 我带你去看房 给你开门 我给你写合约 然后差不多就就完事了 那么在过去 尤其是互联网并不发达的过去 可能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比如说 不说别的 咱就说搜寻房源吧 你在过去没有MLS 没有Zillow的时候 你想买房 你真的 你只能够通过经纪人 来这个给你提供房源 但是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所有的房源 就像这个网友所说的 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 所有的人在网上一看 就能看到了 过户交易的流程呢 大概也是格式合同 所有的合同 你反正填空吧 就可以了 所以随着科技的进步 房产经纪人对于消费者而言 他所提供的价值 应该也是在改变的 我个人觉得 作为一个买家 不管你是过去买房 还是现在买房 还是未来买房 你的需求 你真正最核心的需求是什么 这个并不会改变 你们最需要的 在我看来 就是一个心安 两个字 也许你嘴上会说 我要买个好的低友 这个划算的 怎么怎么着 性价比的高的 你再怎么说 其实万法归一 你真正要确保的 就是一个心安 我要买房 我买的就是一个心安 那我如何能够获得这个心安呢 是吧 毕竟这么多钱放在这 我能确保买回来的这个房子 就没有任何问题吗 就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吗 就没有任何令我后悔的 这个东西吗 这个其实就是买方 为什么在交易过程当中 特别紧张 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心安 那么这个心安 是由谁来提供的呢 如果你是一个很优秀的经纪人的话 这就是你 这就是为什么消费者 最需要你的地方 我跟你展开来说吧 你买一套房子 你需要至少在三方面进行把关 第一就是房屋本身 房屋检测 你看这个房子 能不能找到一些硬伤 一些毛病来 所有的房子看上去都布置的 漂漂亮亮的 看上去都是挺新的 还打扫过 房子本身有没有问题呢 是不是要知道你可是买一个 二手房 是吧 你不像买车 是不是二手车你不敢买 你直接买新车去了 房子不是这样 大部分的房子 你想买的那个地点的 都是二手的 人家都在那住了50年30年的 你怎么确定这些都是 买完之后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 不会有什么需要大修的地方 是吧 你怎么确定 这个房子 没有任何硬伤 虽然 你说了 这房屋检测报告 好 房屋检测报告 你看得懂吧 30多页 大问题 小问题 全都放在上面 你怎么知道 哪个是大问题 哪个是小问题 哪个根本就不是问题呢 是吧 首先这是第一个 是吧 还有就是这些房子 如果它有家建的地方 有改造的地方 没有批文的地方 这意味着什么 是吧 这房子70年代前建造的 有10年 可能还有千基油漆 这个都是有害的化学物质 这个你用 你作为第一次的买家 你知不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 这是第一 第一道关要把 第二道关 就是关于这个地段 一个地段 有没有自然灾害 有没有洪水 有没有liquid faction 有没有地震 有没有这个火 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 不是因为有这些东西 就一定这个房价就会跌 就是说 那恰恰不是这样 但是你也要知道 是吧 你买了一个房子 明明上面写着 是一个地震区 你如何还能够心安的 将其买下 尤其是湾区 这个地方 房子都那么贵 是吧 咱们不是说谈心安吗 是吧 你怎么能够获得这个心安 是吧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市场的判断 我是说的不是市场分析 说这个在这买房 买完之后 明年房子就涨了 咱不是说这个 咱们就是说 关于现在这一刻 房子市场情况的判断 你怎么知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 是买房市场呢 还是卖房市场呢 是吧 房子是要抢呢 还是不用抢呢 要抢的话 抢多少呢 是吧 这个房子每个星期 有多少新房上市 新房上市的平均价格是多少 又有多少房子卖出去 这两个人 这两个数据的 这个百分比是多少 多少房子这个降价 是吧 这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市场是 蹭蹭往上涨呢 还是平缓呢 还是下呢 还是说 就是说买房子需要加价呢 还是不加价呢 是吧 市场分析 是吧 你得知道 是吧 你比较这个房子的价格 跟那个房子的价格 你得知道怎么 是吧 这个房子有这一系列的装修 但是你也知道 这一系列的装修里面 可能就这几部分 比这个房子 是要加分的 是要减分的 另外那些可能 不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 通过这些方方面面的 这些情况的了解 你才会为你所做出来的决定 而感到心安 是吧 你才知道 你就愿意把这个押金 放放进去 是吧 你就愿意出这么一个 这个offer 你就愿意把这个 所谓的这个contingency 是吧 就是这个退款条约 拿掉 等等等等 你其实干的这些事情 都是为了 能够在一个 绝对的心安的状态之下 去做这些事情 也就是说 刚刚之前的那个 网友评论说 找律师不就搞定了吗 找律师能给你带来心安吗 是吧 找律师其实 他也是收你钱的 而且他是一开始就收你钱 你想干嘛 你想做正确的事情 还是想做愚蠢的事情 在律师眼里都无所谓 他就是一个真正给你代笔写 写合约的 是吧 那么经纪人 其实在这个时候 他应该提供了最大的价值 不是就是说 帮你搜房源也好 这个 开车带你去看房也好 这些事情他能够做 当然他会去做 但是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如何在买家 买房的时候 给你提供一个心安 那么这个 你需不需要这个心安呢 你需不需要经纪人 帮你一起把关呢 你需不需要一个 有经验的经纪人 帮你一起分析一下 这个房屋检测报告 帮你一块去做这个 房屋的这个location的 这个调研 以及市场分析呢 是吧 也许你需要 也许你不需要 如果你真的很懂 你天天没事就买房 你就是像 管卡东那样的 一个地产投资高手 那你肯定不需要经纪人 你需要你的律师团队 就OK了 是吧 如果你是像 Warren Buffett 或者是那个 Facebook的 那个Zuckerberg 很有钱 你也不需要心安 是吧 像那个Zuckerberg 前几年 前几年前 他住Polo Alto的时候 他把他前后左右 四个邻居的房子 全都买了 而且是以市场价格的 双倍买的 很多在湾区的小伙伴 都知道那则新闻 他把前后左右的房子 全买了之后 他的目标就推倒了之后 再建一个超大型的 一个堡垒式的 这个建筑 当然他的那个设计图 Polo Alto没有批 把他给毙了 他当时每一套房子 前后左右的邻居 房子值三十万 三百万 他出六百万 就是希望 就鼓励你们 把房子卖给我 结果都成功了 前后左右的邻居 一看这个 不用奋斗了 直接就把房子 卖给他了 那你说Zuckerberg 当时的这一套操作 他有找经纪人吗 他没有 他直接通过自己的律师 就搞定了 是吧 所以也就是说 你要是这种人 你要是Zuckerberg也好 Brand Cardone也好 那肯定你不需要经纪人 你的新单就是你 你花不完的钱 说白了 或者你非常 这个厉害的 这个投资的头脑 你对房子买卖 非常门清 你是不需要的 新单不用经纪人来提供 但如果你是普通的老百姓 普通的这个买房的消费者 第一次买房 你不太懂的话 你也确实觉得 我一定要获得一个新安的话 那我的建议就是 你找一个专业的经纪人 咨询一下 来带领你 你也可以自己开始学习一下 关于买房的这些 这些知识 从而用知识武装你自己 让你渐渐的变得更加有信心 你可以先从关注我的频道开始 我的那个频道里面有很多的 这个房地产买房的干货 比如说如何给这个房屋做调研 这个食棉 这个千积油漆怎么处理 等等 这个地震区什么意思 洪水区什么意思 liquifaction区什么意思 怎么给这个房子这个做比较 等等等等 在我的频道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视频 所以也欢迎大家前来考古 好谢谢 关于这位网友的评论 我就先说到这儿 好了 这一次关于网友 关于我这个佣金制度 改变视频的评论的回复呢 就到此告一段落 那么至于这一次的房地产 佣金制度的改变 对于房地产这个行业 未来的影响到底是有多大呢 这个我们就要在8月17号以后 拭目以待 好了 这次的视频呢 就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小铃铛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来源 好 我们下次再见